继续关注美伊持续紧张关系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 9号表示 美国正在推进组建一个 旨在波兹湾等战略水域 保护商船的多国军事联盟 以确保霍尔木茨海峡的航行自由 邓福德当天表示 美国正在寻求组建一个联盟 以确保霍尔木茨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 这两个航道分别连接 波斯湾和阿曼湾以及洪海和亚丁湾 邓福德表示 美国将保障监控和对联军组织上的支持 但美国军舰不会在其他国家的船只 经过海峡时为其护航 邓福德9号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和代理防长马克·埃斯伯会面 讨论该问题的细节 邓福德说 美国正在和部分国家接触 以确定哪些国家有政治意愿 支持美国这一计划 他表示 五角大楼方面正推进该计划 预计很快会知道有哪些国家参与 有舆论认为 英国和埃及很可能成为 美国这一计划的支持者 因为这两个国家最近扣押了 装载有伊朗石油的邮轮 对此邮轮被扣一事 伊朗军方明确表示 英国编造借口实施纯粹的海盗行为 伊朗将给出相应回应 伊朗总统鲁哈尼10号表示 英国将面临后果 本月4号 直布罗陀执法机构在英国海军协助下 扣押格雷斯一号邮轮 指认它违反欧盟制裁法令 向叙利亚运送原由 伊朗外交部表示 英国依照美国的要求 扣押这艘邮轮是非法的 邮轮目的地并非叙利亚 遭拦截时处于国际水域 英方做法没有国际法依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